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哥德人對上日本人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天梯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的顏色是哥德人喔 那這場比賽喔 一開始大家都會覺得 欸 這個日本跟哥德人 兩個都是步兵文明喔 可能有些比較老練的觀眾喔 知道這其實是一場文明康克對決 那我覺得這場蠻有趣的喔 那就來播給大家看一下這場對決吧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哥德人喔 哥德人他的打獵喔 打野豬傷害特別的高 基本上拉個山村過去喔 也可以輕鬆解決掉 那帶肉量 攜帶肉的量 也是比較多一點喔 但是速度並不會提升喔 那會提升打獵的速度是蒙古人 那哥德人最特別的 就是他這個人口速喔 到地獄時代可以造成210人口 所以用這個大量部隊喔 擰壓對手是沒問題的 那自己的經濟也是要好 那哥德最厲害的地方是他的步兵喔 非常的便宜 全遊戲步兵最便宜的文明喔 就是哥德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吧 日本他的攻擊速度喔 步兵是 攻速最快的文明 呃 哥德人是 步兵最便宜的文明 所以這 鮮明的對比喔 兩邊都是步兵文明 但日本人的 阿拉伯的實力喔 並沒有非常的強 他比較強在海圖喔 例如油木 或是 海陸混合圖 類似這種地圖的部分 日本人是 比較優勢一點 呃 日本人 我最喜歡的是他的 強弩喔 還有這個 馬弓 還有這個日本武士喔 這個三個單位 是我玩日本一定會出的單位喔 因為他本身 打這些東西都沒問題 他只有打騎士的時候會弱一點 但也沒有弱太多 畢竟還是有品種 呃 日本 比較難玩的是他的經濟喔 加成並沒有特別的明顯 尤其是在阿拉伯的時候 打海圖的時候很強喔 但打一般地圖 就是沒有海的地圖的時候 不會顯得比較 沒這麼強勢的感覺 好 欸 這邊 日本有點小小失誤喔 把這個野豬殺在TC外 哇 把這個野豬吃到外面有點小虧 但沒有關係 呃 這位 黃色的選手 是蠻有名的 UZZI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個人 但是他在天梯喔 跟比賽都常常出現 那我記得他也是非常強的一位選手 勝率也是蠻高的 他的打法我也是蠻喜歡的 那我就剛好來看一下這場 他玩日本人的狀況吧 好 那兩邊看起來的一個狀況都是到Kaino 哥德地圖 上來講一下 哥德地圖的話 他的金棒在後方 算是OK的 那果子還蠻前面的 那如果打封建戰的話 這果子可能會一定難吃得到 可能就只能插一個魔防 然後這邊蓋個木牆 稍微圍一下 裡面的人四個人開吃 那要特別小心小弓喔 這邊看起來這邊的圍法 是要這邊直接圍死 然後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圍過來 用TC連防 好 這樣子這樣子 那果子喔 就很龍怪肉在外面 好 那前期的地圖看起來還算可以 這個金礦這個位置喔 比較尷尬一點喔 這也是有這個高地的地方 所以TC也蓋不了 那這裡也是啊 他這個金礦區都蠻慘的 都剛好是在這種高地處喔 沒辦法輕易的把這個TC給蓋下去 好 來看一下日本的圖 日本的圖金礦在後方 果子都在後面 那前期來說 日本會比哥的喔 防守更簡單一點 而且我也是比較好圍的 好 這邊直接圍到死喔 或是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邊圍到底 這樣可以省更多資源 那日本的圖 我是覺得前期會更好一點 但是他的野礦喔 分礦會比較遠一點 會比較長喔 尤其是這一個 還有他的主石喔 也在前面 那他可能喔 就要盡量往前擴展 或是往左邊這邊 右邊這邊的話 可能就不會去跑 因為這個離的距離太遠了 好 那我們這邊分析完地圖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作戰選擇喔 兩邊都已經到了19P 喔 20P人口了 好 織布點一下 這個P數喔 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那我們最近的比賽喔 都看到19P 18P的一個高速上風喔 但其實高速上風好像也沒打到什麼東西 在天梯上喔 比較流行的還是20P左右的一個打法 欸 但是哥德這邊偷了兩村 22P才唱 才上這個封建時代 這個難道是要打22P小弓嗎 這個戰術喔 是我以前 拿來上分用的一個戰術喔 22P小弓 雙射箭長 九金 然後 弓兵不斷 村民不斷 一直安一直爽 然後高速上城堡 然後射爆對手 這一招是蠻有迫害力的喔 但前期出門的時間偏晚喔 當你出門的時候 對方可能已經快要有一半的食物 可以上城堡時代了 所以出門的時間要拿捏一下喔 然後最好是帶一到兩隻的長槍兵出門 這個22P小弓那個細節喔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會出22P小弓 跟19P或20P漏馬的開局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美味喔 玩家如果想要練四義帝國的話 需要練的一個基本戰術 那這個22P小弓 跟這個19P漏馬 或20P漏馬 這都在團戰來說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戰術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棒棒出來 旁邊都點下一級目 吃頭褲尻 欸 這邊要小心喔 日本這邊已經上了 但哥德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因為上的時間偏晚 因為是22P的關係喔 所以上封建時代並沒有那麼早 好第一時間點一下射箭場 因為他知道 如果兩邊都變成裝甲步兵 打起來的話 一定是哥德會輸喔 畢竟日本的裝甲步兵到封建時代 是有33%的攻速加成的 這邊直接村民開打 但是血量掉很快 直接死了一村 三裝甲砍村民血量超快 哇 直接砍死了兩村 又殺到了一隻裝甲 好 兩隻裝甲步兵 直接回去回頭砍 等肉麻死去 上面這隻村民可能也要被砍死 完蛋 三隻裝甲 日本超級強 砍死了三個村民 然後又加上三隻裝甲 然後自己才損失一隻刺猴 好 還有一隻裝甲步兵 就知道這個日本封建裝甲有多強 之前我們的影片上 有這個Viper 也是用了這個日本封建裝甲 也是砍爆了一堆人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 劍術流的玩家 可以玩一下日本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好 那日本這邊打完之後 決定要轉這個射箭場 但哥德也是喔 兩邊都是會轉個步兵 步兵轉弓兵的一個做法 這也是比較常規性的喔 這個步兵文明開局的方式 像什麼賽爾特阿 或是日本哥德 還有這個 還有很多舉例的喔 還有這個 緬甸也有這種打法 那這些打法 通常都是會轉到弓兵喔 因為通常看到對手 出棒棒的話 自己一定會想轉弓兵喔 那你這時候再轉射箭場 對方轉弓兵 那你就轉毛兵 又可以Counter對手 就好好的把自己的經濟 農上去這樣子 但這邊由於哥德這邊 已經損失了三村了 村民樹有點慘 26村就是7村 那這邊有點硬轉 硬轉這個弓兵的關係喔 這邊經濟有點爆開了 這邊還圍了蠻多的 硬圍 好花的村民樹有點多 所以經濟有點被拖下水 OK 那1級是還沒有點下日本 但是哥德這邊已經點了 那哥德這邊蠻意外的耶 他居然三村被打爆之後 村民樹並沒有被拉開 那這邊 喔這邊有稍微TC Delay一下 但也沒Delay太久的關係 這個是因為有偷織布嗎 沒偷織布啊 織布都有上 奇怪為什麼村民樹 感覺是沒差多少的感覺 好 呃工兵過來 來 兩邊 忍忍被射一下才發現 我沒有織布啊 射不到對手 對方可以無情開火 多一個射程 這個差別就是差這麼大的 好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工兵再度出發 兩邊的工兵都在試探對手 看會去哪個位置 好 那這邊看到對方的射箭場 稍微繞一下 左邊這裡圍的還不錯 但後方比較危險一點 那家裡的毛兵跟工兵 有點看到自己家裡的工兵要 欸這邊是可以進去嗎 喔沒有沒有 這裡還 可以嗎 可以餒 可以進去餒 進去會被射餒 你要想清楚餒 你真的不要open餒 你的名字叫open 你真的不要open這場餒 OK 這邊會射 這邊如果被抓到的時候 第一時間一定要站到近距離的地方 然後開始先射對方工兵 因為你遇到在毛的情況下 你的工兵是一定會打輸的 能換多少工兵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哥哥這邊瞬間上到了城堡石帶 哇 上的速度特別的快啊 這邊是有靠買賣嗎 欸有 這邊把石頭賣掉了 難怪他可以上那麼早 OK 毛兵這邊遇到對手 第一時間沒有收到一隻工兵 有點打歪 那再來一發可以集火再收到一隻工兵 工兵優先點 工兵已經是優先點了 OK 可以工兵工兵 不先嗎 對工兵先 對對對 OK 攻掉工兵之後 這個毛兵就可以再預殺了 好 就是在團戰的時候 如果我會隨機選擇到內加的時候 我就會打這個騎士 因為第一時間點 因為畢竟也是步兵文明 也是需要吃肉的 所以肉會普遍多一點 呃 城堡石打騎士 帝王打步兵 加工兵 戰狼那些 這個搭配起來的組合 也是蠻強悍的 好 那日本這邊 補下兩個馬舊 這幾隻的毛兵應該是找不到村民 這裡又補馬舊嗎 一個馬舊 農田有點少的感覺 這邊有點不太能支撐 用雙馬舊的一個開局方式 好 這邊弓毛兵 被兩隻村民追著跑 會按著赤猴來解嗎 喔 有按著赤猴 因為 里城堡石打好一分鐘 這個再一分鐘 讓他這樣騷擾 不是辦法 先按著肉馬 還蠻正確的 好 這邊只按了一隻工兵 想騙對手 自己在屯工兵 那這會騙得到嗎 這邊已經看到雙馬舊了 應該是騙不到了 雖然這邊有穿一隻工兵 這邊修道院 已經蓋好了 這邊修道院開得很早 連TT都還沒開 就先開修道院了 看來他是要第一次這樣 去搶奪這個遺跡了 家裡的毛兵全部被解光 日本這邊也經常到城堡時代 但這邊鐵的數量只有10片田 13、14片左右 我覺得還是有點偏少 好 那這邊出來開TC 開在外面這個石頭的位置 然後一個金礦 開了TC 開在這裡 不錯 可以保護主金 而且還有木頭 這邊就單純挖石頭 然後在這邊撒田 那城堡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稍微高地的位置 看起來這邊也可以蓋一個 這邊或這邊 我個人比較喜歡蓋這個位置 偏前面 好 這邊還補下修道院 3TC之後修道院直接下 二級伐木也點好了 哥德這邊點一下輪走技術 雙TC開始運轉 第一時間 有去撿這個遺跡嗎 欸沒有 把生侶直接藏在家裡 可能是怕這個日本的 騎士喔 第一時間過來 所以先讓兩隻生侶在家裡壓一擊 好這邊要先趕快把這個刺口解決掉 好不然這個可能會 可以抓到自己的生侶 好兩隻生侶直接出來 開始歐 歐得到嗎 歐到了 哇 這邊很賺喔 哇他看來 這個第一時間下修道院 是已經預測到 對方裡面出雙馬 就有騎士的關係喔 所以並不是第一時間想要去撿雲雞阿 這是細節阿 很多自己一看的時候 都覺得他是要幹嘛幹嘛 那43他已經前面的資訊戰喔 已經掌握住對手的一個開局方式 那日本這邊已經被騎士抓包之後 騎士按可能不能按太多喔 欸現在又是3TC開局的方式 那要小心一點對手來個大招 前線蓋寶之類的 或是直接步兵爆 哥德恩步兵爆 在什麼時代也是很誇張的一個戰術 通常是會點下這個攻擊喔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步兵喔 四步兵營 然後狂按這個常見兵喔 然後直接擰壓對手 數量的壓制 那如果日本遇到戰術的話 就一定要去轉出攻兵的 遇到這個哥德兒爆常見兵的戰術 一定要轉出攻兵的 不然已經守不住 好 這邊招了一隻騎士 直接被砍死 體積的部分開始在拿 這邊是拿到哪裡 欸這邊找到 哇看他被砍死了 三下直接砍死一隻 那日本這邊還點一下品種 看來是 還是要騎士 稍微擋一陣時間的 那工兵還是有一隻在裡面喔 想要騙對手 再屯工兵了 但好像OPEN這邊 完全沒有被騙到的感覺 我就繼續出騎士 我就繼續農 哇這個農 這個有點農 4TC還農 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是一個4TC 開農 看起來都是兩邊都在農 先加速一下 OK 先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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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看起來 裝甲劍兵 喔 長劍兵 開始按下去了 難道哥德爾真的要是要打 城堡的長劍兵 戰術 4兵營嗎 2兵營 前線 還有一個也在家裡 應該前面 應該只會用前面的去升喔 支援比較快 那這邊哥德爾沒有挖石頭 有點尷尬 這個戰術最好是搭配大亨寶 壓支會比較好 日本這邊也有挖石頭 而且一集採集石頭科技也點好了 好 第一時間 在前方的TC位置 蓋一下這個 城堡 可以順便守一下這個 野精的部分 這應該算他的附近喔 不是野精 另外一塊附近也在這裡 都非常的遠 那他現在往左邊發展就還不錯 右邊就這邊直接圍死 以防守來說 日本這邊做的還不錯 前期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沒什麼漏洞的感覺 最大的漏洞應該就是這裡 這裡的木牆的地方 是最危險被容易打破的地方 現在這裡有城堡 很容易就可以守下來 那如果對手要從這邊繞過去的話 也要花一堆時間喔 防守方面 日本這邊都已經想好 對方進攻的一個路線了 欸這裡怎麼在這邊 美洲包在追 美洲包被砍死了 好 日本跟哥德爾這邊村民樹 都來到了94隻 數量也是非常的多 右邊這邊 常見兵過來 看一下看一下 好圍 圍起來圍起來 城堡蓋下去 後面孫女還招降對手的一個村民 哇 常見兵城堡戰術來了嗎 裡面有城堡 其實有點危險喔 這個就算打進去 可能也很容易就被解掉了 欸這邊其實有洞欸 哇 有洞走進去看嗎 在蓋城堡 要直接砍村民了嗎 真的要直接砍村民 直接收撐喔 收撐收撐 好城堡一蓋好 劍兵跟騎士 可能兇多吉少 這隻騎士可能要被村民扁爆了 但是還是要扁21下喔 欸很多喔 完蛋完蛋完蛋 被追著跑 好那這邊 前面的步兵喔 全部都被射死了 常見兵戰術應該在這裡 宣告失敗了吧 看起來常見兵 已經沒有辦法打到TC的部分了 這個城堡直接守住兩個TC之外 後面農田也有點難突進了 想要打到後面這片農田喔 一定要從後面繞進去 但有點太長遠了這部路途 看起來 哥德這邊有點小虧 好日本這邊開始轉出了日本武士了 SAMURAI 騎士按下了五隻 三旅三隻 在下方慢慢要往上走 這邊可能還是會先招騎士 再來招死 欸幹 你好像沒有要招的意思欸 完蛋 慢了半拍 好但第一次現在是找到一隻騎士 兩隻 找到兩隻騎士 直接遠地往生 日本武士直接高速開砍 好這時候日本跟哥德爾 都點下帝王時代升級 日本點下了二級防 跟護衛技術 來增加 日本武士的跑速了 那騎士的部分 不會再升級了 他連一級防都沒有點 最省那種 好直接剁死一隻村民 日本武士開砍 武士刀拿出來 兩邊的血量開始掉 後面有提示在幫忙 兩邊血量掉得很快 但是日本這邊很有明顯的優勢 攻速極快 連後面的村民都遭殃了 武士刀直接砍光一堆村民 跟一堆常見的兵 但城堡蓋好了 這邊的日本武士只能撤離 左邊騎士可能也要趕快跑了 雖然可能感覺要打進去 但是有機會嗎 爆了 可以衝了可以衝了 哇爆了之後覺得是要往回 哇不想跑了 沒有再靠 那騎士也送掉了 日本這邊還有點下的縱火技術 看來要直接來燒軍營了 直接前線蓋城堡 這邊真的是四軍營 四軍營 然後城堡前壓戰術 但這邊軍營開始往後蓋 日本武士在前線有點多 好哥德這邊會優先上到這個城堡 帝王時代 大概快個一秒左右 第一時間點下雙手劍變升級還有緊噴 那緊噴一點下之後 就可以讓步兵生產速度提高100% 超高速生產 哥德是一個步兵便宜 又可以高速生產 但是日本武士是精銳部隊啊 數量vs質量的部隊 精銳部隊vs 數量部隊 看起來日本武士還是有蠻 蠻強大的一個攻克步兵的方法 攻速還是很快 好前線蓋到城堡之後 在我旁邊直接挖黃金 三級防禦也點下 日本這邊感覺還是不錯的 那這邊要趕快傳一下這個精銳日本武士的升級 好看是哥德這邊大量爆兵 爆的這個雙手劍兵也是蠻多的 喔這邊點下化學 那哥德這邊也是可以出火槍兵 來針對對方的一個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還是蠻怕子彈的 OK 劍兵勇士也點下 進入日本武士也點了 血量還會提升一點 我記得會到80滴血量 OK正面看了變80滴血量 攻擊力12加1 攻擊力沒有點 但防禦已經全滿了 血量也是最多 日本武士的生存能力已經到達了極限 再跟極限一點的話 就是在蓋幾台輕型衝車喔 讓他進去裡面開車車 得加布 可以稍微抵擋一下箭矢的傷害 好那這邊劍兵勇士也升級好 二級攻也點下 日本這邊沒有點下二級攻 雖然數量上感覺還是蠻多的 大概35隻左右 哥德這邊是40隻 好 3540 36對43隻 這個兵要被打爆 打爆之後兩邊直接開打嗎 日本這邊覺得數量有點劣勢 沒有直接開扁 日本武士的數量來到了 高達50隻的數量 正面這一波城堡能守得住嗎 日本武士想要突圍 但後面的巨型頭司機 給日本非常大的壓力 那這邊有稍微占了一個高地優勢 直接逼退了對手 就是高地沒有完全踩完 只有踩到一點點而已 好下面這邊突然開打 哥德爾順便上了斜坡之後 直接反打對手日本武士 任務武士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現在第一兩邊都是1000多的 但是日本武士的攻速非常快 開始把對手的血量砍出了一個破洞 而且這邊日本還站上了高地 高地之後直接砍 對方的劍兵勇士速度極快 然後後面的火槍兵也出來了 火槍兵開始對日本武士造成大量的傷害 正面的話日本武士獲得了一個小小的險勝 那這邊距離頭時機還在努力攻城 攻城可能有點困難 血量還有1000多 但是已經爆了一台巨頭 那這台城堡應該是拆不掉了 哇日本這邊突圍成功 但是自己的損失了非常大量的武士 所以武士十張慘重 好三級攻點一下 劍兵我四隻攻擊已經打到最高 13加4 17攻 那日本武士這邊 卻還沒有點下自己的2攻跟3攻 這邊火槍兵不知道在幹嘛 一直往前送 直接想要到城堡下方的位置 那日本武士過來直接一刀 切開切 哇一隻砍三隻火槍兵 這邊的日本武士也全倒了 哇這台波 這一波看起來 日本有點尷尬 攻擊力沒點上去 對方的攻擊已經滿了 雖然攻速輸隊友 但是基本的攻擊 傷害是贏過日本武士的 OK 那要被手撕城堡了 哇城堡直接被撕掉 他兩種劍兵我四根日本武士 再會展開追逐戰 好剩下日本武士回到了自己的城堡 城堡中心附近 將來守住這邊 那日本慢慢轉出了自己的馬功 那日本的馬功也是滿厲害的 那打對方的一個步兵也是非常好 好 那哥德這邊看到對手轉出馬功 自己也點下了五正斧狀態 五正斧狀態點下之後 就可以在軍艺裡面 閃閃這個哥德衛隊 那哥德衛隊是遠防非常快的步兵 打工兵還有額外的不錯傷害 那我覺得哥德現在要轉這個 哥德衛隊 有點很尷尬 因為你轉哥德衛隊 會被日本武士砍爆 因為哥德衛隊算已經是日的一本 好 那這邊日本武士 直接正面一致排開 想要守住城堡的戰線 城堡這波戰線 日本武士又拿到了上方 後方有城堡的攻擊力加持 正面還有日本武士 還有馬功的傷害 所以這一波哥德有點血虧 正面的話除了巨頭沒有人保護 這邊日本武士要直接武士衝鋒 直接開砍 這邊優先點下三級射程 馬功6加3 傷害很高 巨星火師機又被日本武士給砍爆 OK 試量開始有點劣勢 再度拉回 那敵方會繼續進入到了日本的射程裡 又再開射一波 日本馬功還在高地上面 直接高打低 無情輸出 日本武士中間沒有空 數量有點輸人 但是 哥德這時候撤退了 哎呀有點可惜 不然可以見面這一坨日本武士 火香兵後面慢慢轉出來 兩邊都是打一個 步兵 加上遠程單位的一個搭配 兩哥的衛隊出來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個好事 遠哥的衛隊沒有三級一防 好強喔 而且日本武士 砍這個 哥德衛隊又有額外的傷害 因為日本武士砍所有的城堡的兵種 都有這個額外傷害 包含這個哥德衛隊 雖然哥德衛隊可以有效克制對方的難攻 但是 說是克制喔 也沒有克制到哪裡去 便你要追得到才行 那追得到出外 除此之外 證明好這個日本武士要解決 所以總體而言我覺得 目前對哥德來說是一個 不太好的一個狀況 果然被壓了過來 你看他也很怕自己的哥德衛隊被砍 他一直往後跑 這個三色步兵的拿捏 也是蠻難抓到的 好這邊在等待這個 哥德衛隊機隊升級好 OK升級好之後 哥德衛隊血量到的是71血 攻擊12加4 16攻 遠防有10 那馬攻騎兵喔 重裝點下 攻擊力是6加4 欸 是7加4喔 攻擊力11 所以打這個哥德衛隊也只有1滴血而已 因為遠防10 遠防11 怎麼吃都是1滴 這時候等一下的跟蹤技術跟輕奇兵 日本要慢慢轉出自己的肉碼 但他這邊轉肉碼 怎麼沒有想要先去點日本武士的攻擊呢 攻擊力一直沒有提上去 有 城堡這邊 欸這個洞會不會轉進去嗎 雙城堡直接火力交叉 這名的哥德衛隊直接被砍死 一隻日本武士在追逐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能不能逃脫 日本武士的魔爪 走進去了 看來要被射死 射得有點歪 右邊這邊城堡 可能會被手撕掉 自己在家裡存了一些 日本武士 直接一個打5個 直接被砍死 這邊來修城堡 這邊有大量的日本武士直接萬歲衝鋒 開始砍城堡 城堡血量掉得很快 哇這一波日本有點夢 武士刀直接開魔 然後武士刀魔城堡 這邊來抵擋一下對方的劍兵勇士 左邊這邊也有繞過去 這邊巨型投司機 日本武士也過來防守 這邊應該是守著下來 日本武士直接把尺寶給砍爆了 哥德也轉出了自己一些 遠程的一個科技 彈到血點下 火槍拼火炮 都有去按 應該沒什麼問題 有火炮出來之後 馬弓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克制效果 這邊有點慘 這邊數量有點少 日本武士可能會被砍光 正面的日本武士直接回救正面 正面只有馬弓也是有點太難打 日本武士直接開來砍 後面城堡能守住嗎 血量還會前提 應該沒問題 剛才區域或是直接被日本武士拆光 這邊還點下三級遠防 哥德這邊要來打出火槍兵 火槍兵是不用射遠程攻擊力的 只要記得升防御就夠了 這有一些 劍兵勇士想要來直接吃掉這座城堡 來搶奪這塊黃金 但日本這邊也還是有再繼續按 自己的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傷害是很高 加上城堡傷害的cover 這一波居然能擋得下來 哇靠 砍了蠻多的劍勇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的哥德 這個村民樹 跟人口樹 有這個突破的成長 人口一在200人口左右 這級也點下了二級馬卡 希望要立心起兵 大落馬一點了 開始轉出一些落馬 各的衛隊打馬功傷害非常高 左邊這裡有一些各的衛隊 想要去找伐木村民 但左邊這邊沒有伐木村民在伐木 都已經跑到家裡TC附近在洞田了 好馬功這邊又被貼了幾下 哇哥德威隊打馬功很痛 直接爆血 好上面的一波哥德威隊直接被日本武士解掉 正面火炮直接處理對方的城堡 火槍兵在後面去時代發 阿洛馬上來硬貼 紅進紅歸零了 好這時候點下了三級法姆 要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日本武士正面敲光對手的 雖然阿利親起兵 反對火槍兵也上去砍了幾招 但是自己在指導火槍的傷害還是很痛 日本武士也是損失慘重 但後方有更多日本武士捕捉過來 送一張馬功 引進也三級好 攻擊力7加4 直接硬點對方的火槍兵 火槍兵這邊想要秀個操作 但還有這個三級工兵彩甲 所以這邊火槍兵 並沒有損失掉非常多的數量 還是可以回頭 射一下射一下 對日本武士造成大量的傷害 好這邊馬功開始往左邊跑 右邊這邊還有幾隻日本武士 但右邊有蠻多的火槍兵跟劍勇 這邊看起來 這一區的經濟可能要被受到騷了 日本也慢慢轉出了馬坎 要來點這個輕騎兵的升級 要來打洛馬了 洛馬還是要非常多隻 哥爾這邊已經轉出了大量洛馬 自己也沒在按其他的黃金兵種 因為也沒什麼黃金鐵按了 這邊日本武士直接把一個洛馬直接砍爆 左邊這邊還有一些輕騎兵開始串出來 這邊有日本偷偷蓋馬舟的一個 軍營單位 日本這一波能守下嗎 看起來 有點困難 日本武士數量開始被 薛納莉希奇力未減掉非常多 現時日本武士的三攻一直沒有點下 肉馬打得很吃力 數量剩下一兩隻 最後一隻日本武士了 末代武士 10滴血 3滴 活下來了 然後 然後他就被砍死了 完了 日本這邊正面的武士全部倒光 剩下馬功 還有輕騎兵在前方 哥德爾這邊有大量的減航力 輕騎兵直接淹了上來 然後還點下了這個 裝甲衝車的升級 他還是要用這個衝車 然後裡面放擊兵去接近對手 去戳爆對方的一個 重裝腦弓 但如果是放 戳戳的話有點難接近 日本武士過來 只要一下車 還是可以把裡面的擊兵給戳掉 好 這邊兩邊直接再挑戰一波 日本武士上去開砍 馬功這邊努力點火槍兵 火槍兵只要點的夠多 這個就有機會 匈牙力輕騎兵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火槍兵 我趕快處理掉 OK火槍順利全部解掉了 那這邊馬功就可以繼續無形輸出了 傷害很高 攻擊力11 基本上只要擊火一下 就可以秒掉一隻 卡洛馬 因為這邊是高打D 所以這個傷害有外加成 只要沒有砲弓的話 就可以擊火掉了 但是這邊數量肯定也得過來 日本這邊也在努力了 打D的長槍兵 往外送 現在日本是有擊兵的 這邊出擊兵好像也不錯 打攻加擊兵 然後日本武士沒有再繼續按了 再兩隻弱武士 那裡還有一隻攻兵 攻兵從... 剛到現在 還沒有送掉 有一波的輕騎兵直接飆到了 哥德的家裡 到後面已經有很多的 全揚力輕騎兵在後面追逐 應該是能鎖住 這邊有轉出幾隻戰毛直接開丟 這邊哥德的三級攻也是滿的 所以出戰毛兵很穩 對抗對方的攻兵還是有一套方法 好 而且這邊 戰毛兵打幾兵喔 效果也是不錯的 看一下要小心喔 碰一下 碰一下的話 這個日本的長槍兵打的還是有點快 還好日本這裡沒有升三級攻 不然這邊水是會更沉重一點 阿蒙直接失眠左邊農地 農地 這裡打片全部都不能種田了 但是哥德這邊轉出了三級農田 三級木三級農 農田數量高達了85片田 黃金石頭全部歸零 這波更多的戰毛兵走得過來 日本人一直都要200人口 哥德的話也差不多是200人口 南邊的人口一直在儲蓄滿人口的狀況 現在變成經濟資源交換大戰了 這時候日本應該是覺得自己穩了 左邊這邊全部的一個農地喔 都站下來了 但是物質他的農田越來越多 已經到了90片田了 好後面這邊的田 灑得很多 哇很誇張 到處都是農田 而且他有在圍喔 並不是沒有圍的 所以這邊要直接過來燒喔 也是有點困難 這邊的農貨過得非常安逸 日本人左邊打不成 開始想要往右邊打 日本武士直接開始消對方的房屋 左邊這邊要再繼續B站了 右邊這邊要再打過去 沒想到打到焦土站啦 兩邊可以打這麼久 打龍22隻 一邊打不成 日本武士砍爆 哇 嘩嘩嘩嘩嘩嘩 死傷慘重 馬公直接進來射射 哇大量村民直接被抓包 日本武士直接砍村民 劍瑪力前夕過來救一下 這是馬公 可以擋得住這波進攻嗎? 可能是可以 日本武士肯定要被送光了 後面火槍兵在射 馬攻跟火槍兵直接對看 這邊是要一直馬攻 射死兩隻馬攻 這邊走進來 這邊突然在開戰 馬攻不管了嗎? 這邊這個城堡很看起來是要堅決拿下來了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戰毛兵過來回救 自己村民開始往下掉指向120尺寸 但村民有在捕 洛馬還在GC暗 正面大量的千奇兵上來 但是有日本武士在前線做防禦 因為武士的擋洛馬的效果還是不錯 哇 正面這邊日本武士真的過勞了 戰毛兵持續想要輸出 但其實戰毛兵 打日本武士速度還是偏慢一點 日本武士直接往前 砍爆一台巨頭 抓一台 OK 好 日本武士直接收光 對手的一個 巨型東西 戰地的日本武士也全部犧牲掉了 轉出非常大量的清奇兵在正面開打 城堡守住沒有石頭了嗎? 還有 買一下 所以馬公開始慢慢轉了回來 但後方的一個馬公數量還在後面騷擾 後方的哥德里還要再想辦法去解決 對方的馬公在家裡騷擾的困境 正面是清奇兵大戰 但薛納莉清奇兵 傷害是比較高的 而且血量也比較多 欸 我覺得清奇兵也是7加4 兩邊 喔 反正他們要點3級攻啊 所以清奇兵就有7加2 薛納莉清奇兵也是7加4 攻擊多2攻 反正日本只要點一下3攻 反正是忘記了 好 交換的過程 感覺日本這邊拿到了一個小上風 但感覺很快就要被擋住了 這一波馬公還在騷擾 這個馬公已經騷擾了749天了 OK 最後還有一坨戰毛兵 千瓦來防守 那自己全部已經變成垃圾兵大戰了 戰毛兵跟薛納莉清奇兵 黃金全部投資給薛納莉清奇 黃金全部投資給薛納莉清奇 好 這一波公兵中拿了下來 日本這邊好像還是沒有注意到 自己的防禦也沒有滿 馬卡還沒有滿 清奇兵的防禦偏低 再升格1防 擋這個戰毛兵才比較好擋 沒有點防禦力 清奇兵上來直接半血 好 終於講 一講你就點了 終於想到了 發生自己的清奇兵死太快了 但日本這邊沒有轉出自己的戰毛兵 反而是要選擇用清奇兵加日本武士的一個打法 嘗試扛住正面 好 左邊有更多清奇兵從左邊繞進來 要來砍村民 家裡有一些清奇兵在防守 好 正面日本武士直接砍了過來 大量清奇兵加上 日本武士把這多戰毛砍到不要不要的 但這邊直接一個陣地圍起來 蓋了一堆房子 讓巨星投石機可以在這個輸出環境裡面安心輸出 就是看不出這裡的房子嗎 好像可以 來不及休 直接殺了進來 巨星投石機看起來兇多吉少 這邊正面看起來清奇兵的送光 大量的修行力清奇兵直接回首 右邊再補了過來 但是這邊級兵還沒升好 日本武士還能再戰嗎 哇 日本武士的數量還是蠻多的 然後把這個黃金都投資在日本武士 我覺得升個級兵感覺不錯 對不對 或是升個三級攻 那感覺現在要升級兵也是有點困難啊 因為自己級兵也要600黃金啊 那600黃金確實有點難擠得出來 那如果級兵按不出來的話 那至少要點個三級攻吧 日本武士也會痛一點 肉馬也是 然後床床兵也是 那這邊也沒有點三級攻 確實有點傷到日本的感覺 沒想到哥德那麼難撐啊 我一直以為這一場是日本武士屌虐哥德 怎麼看起來哥德還能在打 而且還打得蠻有力的感覺 所以城堡喔 血量剩80 800度低血 日本武士再繼續按下去 哇 你看 日本武士跟奇奇兵這樣 直接圍成一團戰隊喔 還是能打贏正面 所以要是有這個三級攻的話 該有多好對不對 全部的進戰單位 攻擊在獨家2 光這樣子就已經打得贏了 三級攻按下去不夠擰壓對手 喔 這裡的城堡直接守住嗎 OK 挺不錯 該打的都打到 日本武士22隻 右邊這個部分 青奇兵 哇 要殺到這邊的村民了 日本這邊可能會血虧 但是有城堡 留第一時間拉村 可能還來得及 而且這裡還有軍營 應該守得住 沒問題 這邊一直想用近戰單位去秀對手 但後面有戰毛兵在輸出 雖然打的速度非常慢喔 雖然不夠多 欸 結果村民大部分還是被砍死了耶 只有傻量的村民躲進去 哇 日本這邊有點慘 村民宿剩下114村 經濟開始有點跟不上哥德了 哥德的意思都是150村 140村左右在運管室的經濟 日本這裡只是只有100村左右而已 經濟開始陷入焦土戰 正面這一波交換 哥德雖然打輸了 但是後面也一次按了 大約15隻的肉馬 馬上又把肉馬的數量又補了起來 呵呵呵 我到底看了殺鬼 但戰毛並沒有按喔 呃 他有可能是想武士正面喔 直接先把這個城堡拆掉 慢慢攻堅進去 讓對方B站 好 日本這邊點下衝撤升級 好 看到這邊B站直接把城堡打掉了 日本的門戶終於被打開了 後面最後一斗防線 這個城堡再拆掉 日本可能要GG囉 正面日本武士直接一個無情衝鋒 但是有點各打各的 沒有碰好 一隻戰毛兵引誘了五隻刃武士到上面 上面的日本武士也被各個擊破 後面的長艙兵跟日本武士 把後面大量的匈牙力心靈直接解掉 再後來打第二輪車輪戰 這波車輪戰打下去感覺會打不贏 欸 結果毛兵 再打這個神奇兵 哇 日本武士又打贏這一頭的 薛拉力神奇兵太強了吧 好 日本武士直接回頭開砍 但是沒有三級攻 居然還能打成這樣子 好猛啊 好 站住薛拉力神奇兵 現在神奇兵過來直接大亂鬥 兩邊殺敵術應該到千人了 真的是千人大戰也不為過 更多的長槍兵在煙兒過來 哇 還有衝車 對阿力神奇兵繼續補 戰毛兵開始按 哇 但是日本的長槍兵攻速太快了 把大量弱馬直接衝光 這邊要按出更多的戰毛兵喔 才有可能擋得住這一波長槍兵進攻 但是自己巨型頭子技沒有被收掉 這是復興中的大幸 好 就有一坨清奇兵直接到後方 爆砍後方的村民 這一波沒有看到可能會損失慘重 哇 很多村民直接被砍爆 完全沒注意 中間這邊要直接一觸擊發 大戰即將開始 正面的級兵 長槍兵直接上來戳 但是上面的戰毛兵 努力反擊 薛拉力神奇兵直接全部倒光 長槍兵直接開始戳戰毛兵 戰毛兵也是無情反擊 但是戰毛兵好像還是有點強 長槍兵感覺戳不下來 沒有三攻傷害差太多了 這波進攻打得不錯 後面長槍兵也是殺了非常多 但日本的村民數已經掉到剩下100村 後面這一坨 村民死傷慘重 攻擊大家出了三隻長槍兵來防守 哥德的巨型頭子技 看起來是要被拆掉了 這一波打得不錯 但日本這邊經濟快要爆了 肉只剩下400 村民只有55個人在種田 哥德反倒是快要4%的1倍了 快要90個肉 這邊消耗戰 哥德已經沒有打步兵了 哥德就是很奇怪的文明 明明是步兵文明 但是防禦卻沒有全滿 只有這個折價的費用 也沒有這個有什麼攻速加成 或防禦加成 所以就特別的 微妙這個文明 好 步兵直接上來開戳 這邊要收村了 好 希望利清喜兵 想要再想辦法 然後我們再撒了幾村 這邊從3107村 日本這邊經濟已經歸零了 肉已經剩下9肉 過得這邊也是跨在歸零的狀態 但是自己的村民數還是很高 有一87村 這招哥德突然發現自己打不太贏 好像是村民態度的關係 村民雖然沒有再繼續按摩得多了 自己的兵 是不是不到210人口 這邊大量的一個場合直接抽包就落馬 哇 占33%的攻速就是如此的快速 這邊也在解掉 好 日本的藏牙兵過來想要戳 還不及戳掉 好 戰馬我開始集結 要來處理一下這些步兵 兩台軍投時機 這次要往哪裡走呢 往右邊嗎 哇 這場打了一個小時又26分鐘欸 哇 打了有點久啊 哇 大量清理兵捏了過來 怎麼辦 這邊我打得贏嗎 日本這邊 寡不敵重 大量的 希望你清理兵直接開始對步兵圍毆 日本武士直接被砍爆 攻到場面也是 怎麼辦 右邊這一坨臭命可能也要不保了 巨型投時機架了起來 兩巨頭開丟 戰馬直接守住在這裡位置 喔 終於升級了 級兵的升級 但三級攻還是沒有點 先升掉級兵 再來專門克制對手的一個 去讓力氣起兵 但是這個城堡可能要掉了 城堡掉了還能打嗎 日本這邊 非常多的級兵 直接上來硬戳 戳了非常多的一個肉馬 那肉馬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恩風蜜還有大量的一個戰毛 直接對級兵造成大量的輸出 正兵開始潰不成軍 開始敗退 日本這邊木頭 黃金 食物都已經見底了 哥德爾這邊還有4000多木 肉還是蠻多的 要聚在撒田也沒什麼問題 那右邊城堡掉了 這邊大量的村民可能也是 難逃再解 再解難逃 欸怎麼唸了 好 日本這邊 戰毛兵一直點 先騎兵 打得下來嗎 看起來沒辦法 騎兵有點難受 這邊巨頭要小心 要守護一下 直接架起來 正面有更多村民過來修理 好 日本武士 最後一波 這一波 果然能守住嗎 底下直接被疾兵打到殘血 正面運 抗血壓力輕輕鬆的傷害 直接互相傷害 還是守不住 巨頭時機 再繼續輸出 這座城堡再掉 甚至要沒機會啦 日本的村民數已經調到了 剩下127人口 村民剩107 經濟要越崩塌了 哥德爾這邊反而是 還是210人口左右 這邊 UGGF打出了 GG 哇 這次出了 374隻日本武士 然後 尋常力輕鬆出了 647 這個看經濟好像有什麼 太大意義了 這邊感覺就是 這個拿錢砸死對手 這邊雖然日本是411機喔 但是 黃金雖然是很多 但 哥德爾居然贏了 哇 這個真的是奇蹟耶 這個應該一開戰 大家都 就像打 打氏族一樣喔 大家都已經會同 阿根廷一樣 對不對 都覺得哇 整個日本就是阿根廷 突然被反敗耶 這個有點扯 我其實 沒什麼機會看到哥德贏過日本 通常會贏日本都是開什麼大招 例如城堡推 哥德護衛隊加城堡往前硬推 這種打法之類的 然後衝車 Cover之類的 很多這種奇怪的戰術 但這種 打到大後期還能打贏日本的 真的是有點少見 這也算是哥德爾一個強勢之處 210人口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大農民 直接開農 然後三級木三級農 也是哥德爾的一個優勢 打到後期的話 真的是可以靠經濟去黏死對手 所以有時候我會講說這個三級農三級木也是很重要 原因就是因為打到大後期 交土戰的時候 自己沒有黃金的話 三級木三級農 還是可以到自己的經濟 非常一個好的狀況 再用這個大量兵去淹對方黃金兵 也算是一個關鍵的重要性 所以這個三級農跟三級木 不要再說他沒有用了 他其實還是有用的 只是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但這個時間一打久就會很明顯 就會像這場戰鬥一樣 OK 看起來日本最大問題是三級攻沒有點下 這個二級攻點了 但後面這段時間裡 三級攻遲遲沒有出來 非常可惜 如果有三級攻點出來的話 哥德爾可能就會被日本砍爆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再請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後面的影片 合成